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10月18号 星期二为您播出的 新台湾加油 我是许贵雅 淹水了 这是因为雨下的实在太大 这个叫做天灾 但是现在这一波灾情的重灾区 变成是柯市府 因为柯文哲第一时间 他本来是在中部助选的 回来之后他又骂说 坐镇在防灾中心 坐秀太假了 他不要 然后民众的车子都泡水了 他还呛说 国民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 今天议员黄玉芬 他爆料说大家河滨公园 当天有十个人受困 好你赶紧 都有救回来 因为差一点点会灭顶 柯文哲说 我们市政府早就已经有先通知你们 是民众不信邪 意思就是说 那是你自己骗脉 你不要来挂我们柯市府 但是厉害了 我们看到是 民众党现在特产是叫做什么呢 是站来站去去开地图炮吗 高宏安占学历 柯文哲占市民 稍后我们来还原 我们来看的是柯市府 他说都有先通知 那到底是怎么通知的 柯文哲占市民 这一波又会是 对于民众党的选情 叫做一失几命 黄珊珊居然还帮柯文哲说话 她说难道市长一个人 要做八万公务员做的事情吗 黄珊珊从头到尾 他都没有搞清楚为什么柯文哲 会引爆全民的怒火 好今天我们开讨论之前 先来介绍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 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之胜 各位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的是台中市的交通局前局长 王毅川 大家欢迎 还要欢迎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李建昌 大家欢迎大家好 好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鱼少小老师 各位好大家欢迎 以及我们欢迎国民党的前青年部副主任张维源 各位好大家欢迎 接着欢迎的是财经系助理教授许维志 各位好大家好 还要欢迎的是网路评论家温朗东 大家好 柯文哲他是一市之长 在豪雨成灾的时候 人没在的大八岐 他去浮选了 市民车子泡水了 还有十个人受困在水门之外 市长回来了 他不是跟你说不好意思我倒回来了 而是开骂说 那是你自己高拐你白毛 是因为你们不信邪 有这样的市长 哇真的是开了眼界 我们一起来看 像这个临时的 我们水利处也有给他 事先有给他通知的 台风比较好应付 墙降雨比较困难 这些我们都有通知他 只是说他 有时候被通知人也不太信邪 不太信邪 不太信邪 今天因为益川哥 他本来是前台中市的交通局局长 所以我想要想清楚是 我想要了解一下说 柯文哲一直说 我们就有SOP 有SOP 可是我们想要知道说 因为不同的市府的做法 SOP会不一样 那柯文哲讲出了SOP 可是我们看到就是他 SOP有问题 需要再修正的 那我请教 如果依你过去在台中市府 待的这个经验 刚才这样 风台天 落后 落那么大 而且还致灾 但是市长人不在 然后在外面助选的话 可以不用回来吗 给你请教 我们现在台湾发生证的灾外 不管是跌宕 水灾风灾 或者是有这种气体爆炸 我们是有一个灾害防救法 中华民国是一个灾害防救法 各县市按照灾害防救法 都会定这个标准 我在手上拿了个 这个是台北市的 灾害防救 这个应变中心作业的要点 这里头有规定谁是指挥官 什么说要一级开设 二级开设 三级 客人大家搞不清楚 什么叫一 二 三 现在就叫三 平常就是三 平常那个应变中心 就是消防局的人 看一些 监看一些水情 然后收一些 气象局的地震的测报 那如果照你这样说 因为我看到 柯文哲这两天他在讲 我们叫做强化三级 你说现在就是一个 一般的成平时候 就叫三级 那也就是说 主逃到位 他们都没有当作一回事 平常的没事情 要升到二跟一的时候 指挥官就要出现了 台北市的指挥官 就是台北市长 三个副市长是副指挥官 好 那三个副市长是副指挥官 台北市有三副市长 理论上 但是有一个生病 有一个请假 最后剩一个副市长 好 所以台北市在那一天的 副指挥官是谁 那个副指挥官就是现在的这个副市长 姓彭的这位副市长 彭震生 东江南无议 没有去应变中心 都没有 柯文哲不是说他都把任务交代给他吗 交代给副市长彭震生了吗 指挥这边的作业要点还在下 好 那我这 这个柯文哲要讲SOP 大家来看SOP 水災里头的SOP写得很清楚 这个是台北市的作业要点写的 只要三个行政区 食语量超过40 三行进窟 超过西藏 二级开设 然后连续三个小时 超过130 加起来累积超过130 一级开设 台北市的施语量在这里 这我们的金牌摄影师 金牌领 金牌领下 他去调出来 当天包括来这个地方 每一个策站 每一个策站 超过40的 我说会保两点开始超过40的 这两三四五六 五点过 六点过 这都超过40 你理论上就该二级开设 好 那你市长决定不要二级开设 如果二级的指挥官还是市长 当然就是市长 二级跟一级都是市长 这里头还跟你讲 如果你没有超过40 没有累积三个小时 超过130 这个公务局跟消防局 认为要开设就要开设 一两人认为要开设就要开设 好 结果柯文哲在同一个时间 人在南投 后来又跑去台中 台中 他就完全不把这个当一回事 然后跟大家讲说什么SOP 说一些有的没的 你就会想自己的SOP 然后你的副市长 也没有进到应变中心 什么事都没有做 然后讲这个雨量拿出来跟你讲 这个数字你本来就要开设 即使今天雨量不够啦 你做一个市长副市长 你也要出来 我现在就在问黄珊珊一件事情 黄珊珊如果你现在是台北市的副市长 面对礼拜六礼拜天这样的状况 你会不会进去应变中心 你如果你现在是副市长 你会做什么决定 你还会把水门外面那五六十辆 一百辆的车子 你要拐那些门的时候 你也知道你要把那些门拐起来 那些车绝对都淹掉 你要拐的那个瞬间 你下这个命令的那个瞬间 黄珊珊你的心情是什么 你敢知道你拐起来 那些车绝对都淹掉 那些车主呢 那都台北市民很多 会去停止那些 什么人会去把车停止水门 你们知道吗 就是他在市区没车位嘛 他可能刚才拐公屋 现在拐公屋的嘛 不是新的拐来他没车 他才会去停止 每天台风来 他都要去刷车 各位只要看 礼拜六礼拜 尤其礼拜天那一天 所有的跑马灯 电视台跑马灯 有叫人去拜林车车刷车吗 有没有 他说他有传简讯嘛 他有传几百通简讯 我们所有电视台 大家有印象就说 那台风来水太大 不叫大家刷车 电视台会側旁边上车 跑马 或是我们的快讯啊 他们都会来拜訓啦 因为这个其实是服务 广大的民众 所以我们其实都会协助说 记得现在说 比方说假设真的四点钟要关了 在这之前 新闻台我们会帮忙跑那个快讯 或者是下面那个跑马 也都会帮忙 因为希望说提供大家 两三点就开始走 走到差不多了 市政府才会关 做这台冠军 现在今天 透早柯文就又出来说 这边水利处 发通知 发通知 你有没有一点疼心 就说 那都是人的车 大家的车 那位把车停止了 那也是他们 搭乘一台车 你都把它援援去 这叫这些人要怎样 因为你说的是车的部分 车 卡苏公 如果因为他们其实还有一个 SOP是必须要帮忙脱掉 他如果帮忙脱掉 你了不起就是花四千八 但是现在是没有脱掉 所以呢 五十辆百辆的车泡在那里 那会受理会来 那没得到 没得到 也就是说我不管是八十万 一百万什么那个车 就这样 不是啦 那就是 泡水也不好 那都一般市民的车 那时候电视台多高了 那面打开 都是六公园 都是六公园 你看到你不会痛苦 你要水利处的人 要跟他关那面 要按下那个扭 把门关起来 那个瞬间 你都没想到说 以前都有脱掉嘛 他拖这个 他为什么要把水门关起来 是怕外水高于内水 液进来嘛 对 就是外面 外面不管是基隆河 淡水河 这些水太高 现在台北市 所以是要保护台北市 除了提防 保护台北市 可是他没有想到说 他做了这些事情以后 那些车要如何 然后现在就跟你说 我们都有跟你们讲 你自己不信邪 你自己认为没错 柯文哲是你不信邪 你不认为 那災害会这么严重 你又敢走去南岛 台东 你现在又来怪台北市的市民 说人家不信邪 天理而在 柯文哲他讲话是有层次的 他是先骂那一些 那个车子 叫你刷车 你不是刷车 那些人 然后所以他说 国民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又看到的是 议员黄玉芬 他告诉我们说 你知道吗 水门关了 可是还有十个人 在水已经开始暴涨的时候 他们就受困在 关起来的水门之外 那柯文哲才又解释了 来要请教朗东进一步帮我们爬书相关的这个通知时序到底是怎么通知的 柯文哲讲说 因为议员已经爆料了嘛 然后所以他说我们有传简讯啊 前前后后传了两万多通简讯 但是民众不信邪 所以呢 他说要未来建立一个什么新的文化 叫做发讯息给你 你一定要跑 意思是说是大家太白白 所以呢 为什么会受困在水门外 为什么差点灭顶 是你活该吗 是这个样子吗 对啊 天灾来临的时候 就是检验一个市政首长 他凭着演练是到底做的如何 平时柯文哲 整天没有胡说八道乱讲话 大家看脱口秀就算了 可是当天灾来的时候 大家就看 那你制定的SOP 你自己有遵守吗 我用非常明确的证据告诉大家 柯文哲连自己的SOP 他都不知道 他都在乱讲 这个是什么呢 台北市台风暴雨期间 疏散门就水门 起闭跟停车管制作业流程图 所以流程度这边看得很清楚 第一个重点是什么 大家看到说 因为这样的一个天灾过程当中 会有公务局的水利处 负责关门做新闻稿 也有交通局负责 要去上新闻稿 以及用简讯通知车主 然后脱掉还要在协同警察局的交通大队 然后民政局在用简讯的通知 所以当这些兜不起来的时候 总结的一件话就是 柯文哲没有做到市长应该要做的 跨部会跨局处沟通协调工作 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 你看这个SOP这边重点来了 开始脱掉的时间点是什么 疏散门开始关闭后一小时 这点有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 所以他自己的SOP自己没做到 接下来下一个最重要的真点就第三点 疏散门就在24时 就是午夜12点之前关闭 要在疏散门关闭前6小时宣布疏散门关闭 也就是你关6小时前你就要关闭 你如果是4点钟要关的话 那你必须要在早上10点钟的时候 就必须要去宣布 那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发生什么这个事情 然后第一个黄玉芬她是说什么 有10名设备厂商 因为那时候在大家河滨公园那边 有举办一个世界音乐节 他们的水利处没有通知 被困在堤防外面 他到5点的时候才接到控制 说水门已关 结果水利处4点就已经开始关水门了 被挡在外面怎么办 一直到了晚上7点多 将近8点的时候 才被消防局救出来 你是先关门再通知民众 也包括说苗布朗议员 他也提醒大家一个事实是说 台北市发生101件激烟水 全国的这些烟水都退了 只有台北市19处没退 然后他再来讲 全台湾的灾情268件 台北市占208件 全台湾灾情最严重的地方 你行政资源最丰富 为什么没有去疏散 你平时是不是清淤 基本的工作没有做好 更包括下面有留言 就是说有民众车是停在东吴大学 自散路那边也被泡水 他说什么 过去是没有在淹的 柯文哲坐了之后就开始在淹了 这个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证明说柯文哲的市政 是非常非常的无能 好 石均续的这个问题 我们接下来看 柯文哲在这边讲说 有通知有通知 你要试听 他所谓的通知 一直拿通知淡水河这边来通知 可是今天被淹了50到100辆车 在百林桥下停车场 是基隆河 是基隆河 这小是基隆河 然后刚刚讲到那个厂商 实名被困在外面的在哪里 大家河滨公园 大家河滨公园在这边 也是基隆河 基隆河这样绕下来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图看得非常明显 这是两个独立的一个事件 那这独立的事件 各自怎么样通知的呢 这个有意思 台北市公务局的水利工程处 他的官方网站 他官方网站上面 关闭淡水河跟关闭基隆河 是两则完完全全不同的新闻 所以说在定义上面 公务局自己也定义 淡水河归淡水河 基隆河归基隆河 他也框出一个框来 这个框就是淡水河的这个图 这是什么时候呢 他说是11点开始关闭 那他什么时候告诉你 这则新闻是11点24分 就连淡水河也是开始关闭之后 11点24分才上新闻稿 好那接下来看 苦主是基隆河沿岸 就是车子跟世界音乐节的 他说今天就是16号 16点开始关闭基隆河出散门 请车主尽速撤离 这个新闻是什么时候上 17号的早上9点 你刚刚不是讲16号吗 他隔天早上9点 这个新闻才上架 这证明什么 证明说他连自己官方网站 就是官方网站 在这个上架的时间都有问题 那更进一步看 像林志群律师跟很多朋友 都有收到这个简讯 这个简讯他只有在 这早上9点的时候 16号早上9点 你说淡水河 中午会到警戒水会 请尽早死敌 所以这是淡水河 夏克文哲跟一些科粉 跟他们的网军们 就一直说你早上9点已经讲 这个是淡水河不是基隆河 然后这个早上10点54分的时候 就开始讲淡水河 基隆河是什么时候 大家请知道 基隆河是4点开始关 对 3点55分 开始收到交通局的简讯 说基隆河沿线疏关闭 就5分钟 5分钟就是准备300秒的时间 给你倒数计时 看你有没有办法把车抢回来 这个是 其实白米冠军 也是没办法 如果你人在市区别的地方 你只要怎么样5分钟 冲到核堤外面 停车场把车开回来 不可能的这个事情 接下来这个是LINE 你看台北市政府的LINE 台北市政府的LINE 是什么时候 是这个3点50分 早10分钟 就是如果你有下载台北市政府的LINE 你的缓冲时间多到10分钟 10分目前告诉你说 基隆河沿线要关闭 你请车辆尽速的离开 我们大家记不在一开始说SOP 什么时候 六个小时前你要讲 结果你真实的状况是 如果你看LINE 十分钟前讲 如果你是收简讯的话 是五分钟前跟你讲 所以这件事情 当然想到什么 当时我们在之前讨论 三峡大坝的时候 二零二零年不是泄洪吗 中国泄洪的时候 先泄洪再通知 我们那时候就笑说 中国政府真的很烂 没有想到说台北市政府 既然发生跟中国 一样的这个状况 真的是这样的匪夷所思 最后你来看到这个事情是什么 这个世界音乐节 十四到十六号 他的时序是什么 是非常好险 早上十一点的这个时候 应该说早上九点 从今天开始 世界音乐节厂商先去问 台北市水利处 有没有要撤离取消活动 水利处说未打取消条件 他前一天晚上十五号 就已经有暴雨 就知道了 那天早上说未打取消 还好 或是不是刚刚说还好 厂商是跟中央的文化部 去通知取消活动 厂商开始撤 所以如果不是文化部 跟厂商讲 或不只是那个七八个人 可能有几十个人 都会困在那个水外面 接下来厂商看到这个中央去通知之后 厂商在设大型设备 结果要关水门的这个通知 却没有确实通知到 到了五点的时候 水门都已经关了 才开始通知他 结果总共有七个厂商 跟一个民众困在水门外面 到七点四十七分 才总算脱困 所以不管是在这个大家河边公园 或者是停车处 柯文哲是完完全全 没有遵守自己的SOP 而且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卸到民众身上 因为刚刚朗东讲了 这个三峡大坝泄洪的经验 我就很怕说 原来你两岸一家 亲你要学的是中国那种经验 很恐怖 有没有 来我们来看看 柯文哲前后的态度 他是怎么样反映的 昨天是有一些泡水车 然后他还在骂说 国民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当然大家会非常的不满 今天你再去问他 他的态度明显比较软 可是他绝口不提道歉 他只说会再检讨SOP 但是又踩一脚在讲说 我们有先通知 是民众自己不信邪 我们来听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以后的个性 整个事件 我们要做一个完整的检讨 一场记者会 讲了超过三次再检讨 就幸为泥沙台风 北市豪雨成灾 百林桥下上百辆车惨泡水 前一天一具车主 自己负责挨轰 事隔一天 柯文哲态度明显放软 今天又再继续开 单单停管处 就花了两万多封的检讯出去 检讯都发给你了 你为什么没有去做动作 虽说会检讨 但柯文哲还是嘴硬 说早已发简讯 通知车主移车 要那个资讯局跟停管处 还有这个水利处 再拟一个方案 如果你有车子停在 体外 你一定要去登录 才可以更精确的 让你知道收到讯息 但柯市府还被质疑 各项降雨指标都达 在韩应变中心一级开设 为何北市依旧坚持强化三级 一级开设的话 就必须要全部 四五要全部 所以驱工作全部要上 也许我们可以做到的是 也要淹一下 但是很快就消退 好 柯文哲呢 他急着想要替自己来解释 那当然他自己口头上 说不出什么好听 所以脸书的方式或许不错 他就在脸书上面讲 他说我告诉你 其实下雨的这个状况里面 我们水门怎么样关 什么大家来不及移车 其实我们的水利处 礼拜六的晚上八点 礼拜天早上七点 礼拜天下午两点 我们都有发简讯了 可是刚刚朗东已经戳破了 你那个简讯是怎么发出来 我给你五分钟 你自己跑百米看你怎么弄 我给你十分钟 你开这句跑百米 还有甚至很夸张的是 四点要关门 可是四点四十一分 简讯才来的 哈喽要穿越时空吗 我们要怎么到 回到那个时间点 去把车牵出来 门早就已经关了 可是我们进一步看 他就在讲 他在讲 我还是有透过什么新闻 跑马快讯 而且我们宣布说 台北开放了 红黄线停车 这些资讯等等 昨天是三级开设 刚刚一开始已经戳破了 其实你应该升二级的 不要讲什么强化三级 没人家自己扁一个 什么叫强化三级 大家不懂 因为只有三二一 来 我要请教建昌议员 我们来看 我虽然人不在台北 但是我透过line跟指挥官 消防局的局长来保持联络 我们也升级为强化三级 这个其实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语病 是可以挑出来的 他为了要掩饰一些事情 所以他说我们叫强化三级 那我们不一定在讲说 副市长彭正森郎 我跟指挥官 消防局长联络的 你不是都交代副市长了吗 怎么这么奇怪 我想这个事情 发生到现在两天 刚才那个整个新闻媒体 方面 今天早上柯文哲 态度是放软没有错 他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因为他第一天真的没有了解 他的底下的部门 到底哪些作业是疏失了 他一直迷信一个所谓的SOP 这个SOP是一种制度没有错 他是死板板在那里 我今天要来我们节目之前 我跟我们台北市的公务单位的负责人 就电话 电话我问他一些资讯 他说建昌議員 那一天 那一天礼拜天下午 就是两三点的时候 乙就是掉落在我们台北市 我们内湖 内湖以南就对了 往基隆河下游 就开始强降乙 一直下一直下 下到他们措手不及 他们整个人就对了 他们不知道 就是他们要去承认 承认他们的错误 他们不能够迷信 那一套所谓的SOP 因为整个强降乙瞬间半个钟头 一个钟头都有可能下过超过一百毫米的这个乙量 尤其在我们内湖或是阳明山的这个山区 所以他们有承认这个熟知 第二点 我要来节目之前 刚好是我们这几天 我们台北市议会在审查下年度的总预算 最后关键关键几个几天而已 我们就要求台北市政府针对这一次的这个事件 要送一个调查检讨报告 到我们政党协商的场面来 我们才有可能通过下一届的这个这个总预算 所以这个调查报告 我们台北市议会复权复起整个一个监督的责任 我认为如果刚才主持人说这个是这个SOP 或是说他在台中蓝头 或者台中他在那里浮显 他不用回来 如果他还依行着那种态度的话 那一天晚上他应该睡在台东的旅馆 他有耐 他随时可以跟他的公务局长消防局长能够通信 如果是一个 来 吴议员我不认同你 我认为他要去辅选 他不用去台中 不用去南投 他用LINE 用事情的方式 就可以辅选 你干嘛要去 你可能给他看着无所不在 那神 我认为他像幽灵一样 他怎么没人呢 柯文哲说 我是无所不在 我说 你怎么没人呢 你怎么没人呢 台北市政府 你就要管理 你就可以操作弧显这个东西 我说实在的 今天俄乌在战争 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就是他们的总统 哲伦斯基 对不对 哲伦斯基如果今天 俄国公过来的时候 他带着他的电脑去耐 我跑到邻国泼然滑沙 去做总指挥 我跟你说 乌克兰现在已经砍在楼底了 今天要不是一个指挥官的抑制 在那里做指挥 在那里做动员 在那里做外交的斡旋 你会有那么多武器进来吗 台北市的水情这么严重的时候 你这个指挥官 你应该三点半 四点 我接到电脑去 这很严重的 我马上到台中高铁 服务过来 回来五点半 六点你就够了 可能你是第一个 你是第一个到我们康府隧道 去看那个山峰的地方 因为陈时中跟我在那个场合里面 就是六点半到七点这个期间 可能如果你挥回来的时候 有可能你的康府局长 消防局长一定在现场等你 你所有的伤害的东西 那个小山猫 三四点钟就吐掉 因为今天我内部的一个好朋友 跟他说 建昌这很危险 为什么危急 因为那个土堆里面 到底有没有人被埋在里面 不知道啊 那个紧急状况 就是公务局或消防局长 你市长的都马上机会 是你厂商马上要 要抢修 整个 整个 因为那个面积倒是说不大 要抢修就很快 所以我要跟我们听众朋友 大家回室看看 这场水情 我们就看到一个政敌人 会拼备到人家 他真的示范了八年里面 台北市执政 我还说几个 最厚的里面 最丑陋的里面 最厚的里面 厚的里面 这是八年里面 柯文哲 他的面称 他的脸孔 留下来 在最后一刻里面 给我们这厚的里面 我跟你说 不要强子夺利 在那边 我希望 柯文哲要公开 现在我们台北市议会 最后一个会计要再开会 发个政治声明稿 做一个检讨报告 向台北市民 向我们受灾的民众 要公开致歉 该赔的就要赔 讲到首长的人格的部分 韋志哥 我先跟你请教一个部分 因为柯文哲 他现在就是 他一直用一个凹的方式 想要圆过去 他也觉得说 我又没有错 你们干嘛怪我 什么都已经医化了 我为什么要做在防災 应变中心 不可能就没需要 但是我们来看一个部分 这个禁朱者是禁末者 和禁柯者怎么样 我觉得黄珊珊整个糟惊 因为黄珊珊她说什么 她说制度本来就有分层负责 难道市长一个人 要做八万人 这个八万人是公务人员 市府公务人员 她说难道要做八万人的事情吗 不然你这个市長 你就是要成为一个行政机构 在柯市府里面 你就是一个大脑 你就是一个统筹 你就是要指挥 那因为过去 柯文哲常常在讲 那个她跟林颖梦在 就是在咨询台上面 她在背询的时候 她讲说我管她去S 对不对 那她也骂过郝龙斌什么 美和事什么什么都不懂 可以去S了 包括她也骂了 陳时中说什么自评几分 又是S了 她现在连市民的死活 她都是管她去S吗 你怎么样来看 这个刚刚 我们建昌兄说到最多的 Lie and Steph Lie不是那个Lie 就是第一线跟幕僚 现在他要退休 他要退他的科文 就无心事证 刚才过来 你说到 来 这扣出来 那你就不要去中南部服血 你就医化就好了 全播视讯 全播视讯 他在骄出真仓 不知道医化有多少个软体 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们都可以介绍给他 来 对不对 他说 他说 他做 朱振昌为了这个也确诊 刚才我们阿冬大哥 你说到基隆河和淡水河问题 台北盆地大概有 台北盆地有四条主要道 就是基隆河淡水河 下午的这个五点 就对南岛 跟中心新春 跟台里 跟北盆 跟北区 跟会補五点就没问题了 那么这当中行程 因为记不记得上个礼拜 高宏安到我们台中 跟我们卢秀苑 实质紧控 这铺梗都铺好了 那个十一个议员候选人 还是要必须 由这个大母鸡 跟台中的母鸡帮忙 来哦 你看这个五点 以后就没有计划了 八点不要说 要去一中街 夜市不要扫街 处理哦 原来我们那个 另外一个台派群组里面 我就看到说 听说柯市长 要来一中街 不然我们来问候一下 这时候就有人讲说 你要问候什么 你是要放假 还是要放在那里 你去那里 说没有了 来问候一下 要跟他问候两个一家群 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说 事情大条了 刚才建桑上 你说到陈思忠 跟他们的人 已经在那里等了 对吧 比较快 他如果五点多高天 回到他 比较快 六点我就纠约了 对吧 这个时候 天主台湾 我给你用柯文哲 你这么说 一个人 整整整整整整整 你说民众很害怕 台湾人很赌蓝蓝的天 你赌你 你想想看 如果真的那天八点半 到九点到十点 他如果走一中街 那夜市不太长 没什么红架 你看台湾人 去换多两个 去换拖鞋 他省眉本就有了 他会塑造成一个 你看我来这里 去换你把我去换 这个拳 这个焦点就不容易了 好 你告诉我 你快回去台湾 他知道事情大了 所以说刚刚 益川雄说的 富市町都没得了 没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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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都可以异化的话 都可以如此的话 我们医疗选去 也不用这样 全部都异化就好了 你不计算 选局局也都异化来 都是异化来的 所以这次我觉得说 我一直觉得说 好赢高峰安和柯文哲 很感谢你们两个做一个节目 台湾的少年 千万不要赢这个人 这个人拗蓝 那都台独 你说一个态度问题 刚刚建成说 你要叫许会给大家 这就是台独问题 那不是这样 你是怎样对台北市民 你看他那个 那个SOP流程里面 理论上你是应该有权 把那个车子 刚刚桂雄讲的 可以拖出来 五十台而已 你开四千八 人也开起来 不是这样 所以可是你的 你那个下来 刚刚桂雄 你不是听到说黄珊珊 吃到他的嘴巴 高峰安也吃到的嘴巴 全部都高峰起来 你们这个北木瓜 我们台中市区 替我说妈妈市长 这个益川雄 妈妈市长 妈妈这两个字 千万不要用 你如果说你是妈妈市长 爸爸县长 我要祝福你爸爸 祝福你妈妈 这是军王 帝王时代的观念 你的北木瓜 是北木 对 你是我们要给你監督的 所以靠着你无形于市政 你教派孩子大小 我其实全程都在跟 消防局长这边来做互动 一中午的时候 就已经一直在通话了 接下来我就联系公务局 所以我仍然在桃源 我就是一直在联系 都在现场直接告诉 媒体朋友们